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師 那我們來到這個松山池幼宮 它也是這個在地的一個信仰中心 那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說 它的一些歷史 它的背後的這個故事 因為它看起來好像也是有很多那種古老的一些痕跡 可是它好像又不是古蹟 我們那個松山池幼宮 現在已經建廟快要兩百多年的歷史 那最早呢 是那個有一個和尚叫林守義的 他統著那個馬祖 他到處尋找要在哪裡建廟 然後那來到松山 一看到這裡是個鯉魚穴 他就決定要在這邊蓋廟 然後由地方集資來這邊建廟這樣子 那我們持幼宮早期是管十三莊 那所以我們現在到 就是這附近有十三個村莊的意思 應該是 其中其實也包括到南港內湖 就範圍很大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們到進的時候都會走到那邊去這樣子 那這邊是大家的信仰中心 在我小時候我記得它那個後動也可以讓 借人家辦那個喜慶的宴會 然後它的後也有戲台 大家都可以來看戲 然後持幼宮曾經也有請師父來做那個漢語教學這樣子 所以老師你小時候有來這邊上過課嗎 小時候是沒有 然後反而持幼宮之前有在 我們剛剛有看到持幼宮圖書館 他有辦一些課程 像插花啦 或者是 很嫩的課程 我有上過 就是也是一些那種地方公益的活動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其實已經都融入在地民眾的生活了 對 老師那 你說它已經建廟200年了 那它為什麼不是古蹟 看起來這麼新這樣 對很多就是很新 然後很富麗堂皇 然後還有好多很漂亮的那個雕塑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持幼宮本來被列為三級古蹟 那後來因為發生火災之後 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火災 應該在70幾年的時候 民國70幾年的時候 好像是79年的時候 然後發生火災 那整個大殿就毀了 所以他們不得已就撤掉那個古蹟 然後重新蓋新的這樣子 那蓋新的 那其實也是很用心的在做這些裝飾 很漂亮 對 所以老師那我們 那你說它的大殿被燒毀了 那我們還看得到它以前古蹟的故事嗎 它有把一些石雕保留下來 像厚墊的一些花鳥柱 人物柱 都放在這個厚墊的一個棕廊上面 那你持幼宮的外面松河路 它有一個石雕公園 也可以看得到它一些軌跡這樣子 就是等於是說它後面那一條路 就是它那個 就是那個河堤上那面牆 就是它是因為前墊被燒毀 所以有些 它從蓋就把以前的拆下來嘛 然後捨不得丟掉 然後它就把它立在那裡 就變成是中式合體的一面牆 對 然後還有像那個它門口的石獅子 本來它沒有蓋好之後 它也是新雕 後來我們不知道哪一個柱子 它發現到這個非常古老 所以它又把它搬回去 對 然後作為我們持幼宮的鎮館之寶 是 就是也是從清朝留下來的 對對對 家慶年間的 是 所以就是其實從進門的時候 就是還看到這個保存 就是逃過一節的這個石獅子 對 是 老師那我們剛剛也就是一路這樣子 這裡已經是五樓了 我們剛剛一路走上來 其實它就是廟裡面有很多那種 很漂亮的那個神像啊 還有一些您說那個膠子陶的一些 那個什麼 就是他們在遊行的隊伍啊 那些 你說太歲墊裡面的 對 對 下面叫那個 對以前繞進的時候 那個也是很特別的 對 那個就是 呈現那個早期繞進的那個盛況 對 所以 那 那個太歲墊好像也是 就是 好像也是只有這邊看得到啊 沒有 就是這麼多神明排排座這樣子 對 因為一般的廟宇啊 那個太歲墊 那可能就 類似你講的這樣排排座這樣子放一塊 可是我們持幼宮太歲墊 它是 每尊都做得很大 然後 那個 做得 好像 讓你很清楚到 看到 你每一位太歲的 是 的長相這樣子 是 那你可以去找 你看是你 哪一年生的 那你的執心 太歲就是那個 它下面有那個 哪一年哪一年出生 會 這樣總共會有幾尊啊 六尊 就是一家子這樣子 對 對 哪是這樣 那太歲新君 他們都是掌管什麼 就是 像說那執心年啊 你每一年 那就是掌管你的 它會看你今年 你是 做了些什麼事啊 然後 如果有時候搞不好 它會處罰你啊 或是什麼 所以我們為什麼 要去安探睡 先 先跟它 報備一下 然後什麼 那 也有一種提醒 我們自己也是 不要做一些 不好的事 不然它 就是會 是 那 那個 我們持有公是 供奉 馬祖 然後它又叫 寧墨良 是 那它為什麼叫 寧墨良 是因為它出生 就是 都不出生 連哭也還不哭 就很安靜 對 對 所以他們家的人 把它取得比較寧墨良 那為什麼我們 台灣人那麼 供奉馬祖呢 因為我們 因為馬祖 他後來 跟人家 學習 學習那個 道法 然後 後來幫助 沿岸的一些漁民 然後 像 船家 什麼的 所以 大家就 就變成 馬祖 變成是 就是保佑這個 海上的 對 然後我們 大部分都是從 經過台灣海峽 那台灣海峽 是非常洶湧的 就是 黑水溝 對 然後 那個 很多船家 他們船上 幾乎都有 白馬祖 可能就這個緣故 所以我們 台灣就很喜歡馬祖 就是從那個 中國大陸 要 那個 坐船到 渡過黑水溝 來到台灣 然後 然後能夠平安的 來到 台灣島這邊 就是 因為有馬祖 馬祖 對 老師 剛剛我們 趕到這個 馬祖娘娘 好像通常 他身邊都會 伴有千里眼 跟順風的 對 對 所以就是 呃 剛剛您好像有講到就是說 就是 所以 這里巴祖的精神啊 他是 他身邊的千里眼跟順風 也是 就是 就是 應該也都還在 在啊 對 那這個是 我們是在哪邊 可以看得到 嗯 那個 其實我們 呃 從外觀 兩邊 就有一個 千里眼跟順風 對 然後我們 廟裡面 哦 有 也有 那個 最 公拜的地方 也有兩尊 然後這裡面 有兩尊 是最古老的 千里眼跟順風 就是 跟隨著這個廟 就是可能 剛蓋好的時候 就一直流傳下來 最古老的 對 嗯 聽說是 嗯 他們兩個 本來是立國 然後想要抓那個馬祖當老婆 啊 是做要老婆 然後那個 馬祖就跟他們約定 就是說 如果我跟他們打的話 我輸了我就當你們老婆 然後你們輸了你就要當我手下 是 所以你們知道是誰贏 誰贏 哈哈哈哈 然後馬祖贏 所以他就變成千里眼 他可以看很遠 然後誰有 呃 有什麼苦難啊什麼的 馬上報告給馬祖 好 那順翁 他也可以 嗯 聽到誰 在孤舊馬祖啊 嗯 就這樣 嗯 所以是有 就是馬祖身邊的兩個 變成兩個 最得力的助手 對 嗯 所以其實 老師這個指導很多 有趣的典故 嗯 然後其實這個廟裡 這個 歷史這麼永久 嗯 然後雖然說有重蓋過 那可是其實我們還是如果 仔細看的話 還是有很多以前留下來的 就是 可以去欣賞 嗯 其實我們也可以欣賞 現代的建築 好 也不一定說 一定要看法景色 其實現代人有很多 那也是 花很多心思去做 做這些廟棚 嗯 對 看到這些膠質 他也是真的是做得很精進 對 漂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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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